好,下面我们看自定义数据类型的另外一种形式 叫做TypeDif TypeDif你不能把它起名是一种新的内存空间 那么它只是对于原有内存空间的一个什么别名 一个名称 也就是说有点像我们对于某些数据 前面所讲的数据类型内存形式起了一个什么外号而已 所以TypeDif是这样的 那有些人说TypeDif那么有意义 它其实不就是前面数据类型吗 也就是说我不管你用TypeDif 有没有用TypeDif 其实也就是并没有凭空出现一个新的数据类型 新的内存形式对不对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给大家写一段代码 我们说IntrA等于100 这样比如说1700 然后我们说IntrB等于比如说3600 那你说这什么意思 就是我拿到这样的代码给别人的第一个反应 我们并不知道A是干什么的 我只知道我开了段内存放了一个170放置 然后放了个B 我又放了一个这么大的数放在这 你很难去理解A是干什么的物理E B是干什么的物理E 对不对 也说这样的代码呢 我们的代码的可读性非常的差 非常非常差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变一下 你看 如果说我们说我们写了这样一个句话 LearnLntA 然后等于170 好 那这个时候啊 大家看 因为我们虽然说在C元关键字中没有这样一个名称 但是我们至少通过英文单词很像这个LearnLntA 就是我们LearnLntA的缩写 也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猜出 原来这个170是在描述A这个变量去描述什么 描述一个长度 那这个长度可能是身高 也可能什么 因为我们的现象比较少 就是我们的单词比较少 但至少能猜出来 A并不是这个170可能是一种身高 也有可能是一种什么 一些其他特殊数字 那如果说我们再改成 比如说他们刚提B等于3600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立可能反映出B的3600 其实更多的意义是在描述什么 时间的概念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定义 也说我们的代码 是不是比上面的代码 应该更加的方便去阅读 所以说有了这样的方式过后 我们更多的时候 是不希望大家去写int int这样一些非常通用的关键字 而是让大家更多的去使用一些什么 见名之意的关键字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又不可能凭空的 让C元编辑器 又不断的去给我们定义 这样的数据类型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把这个原有的关键字 或者原有的数据类型起一个外号 让这个外号帮我们去什么的 帮我们去让程序员更好的去阅读 好 所以这就是type diff的一个意义 那么type diff的一个语法怎么理解呢 type diff的语法比较简单 可以这样来理解 type diff如果说涉及到后面复杂的 这个跟指针一相关的话 那么它的应用会更加的广阔 因为很多同学在学C元的时候都有个感觉 就这个指针如果写多了 给人不管是读还是写 还是那个自己使用 总觉得好像是写了一堆新 非常非常的麻烦 那后期呢 如果我们type diff跟指针 进行一个交叉使用过后 你就会发现 我们在定义一些变量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type diff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 我们把它这样总结 首先来说我们一般的写法是这样写 int a 这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什么 a是一个int类型的变量 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翻译成这样 对不对 好 那么type diff还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就在我们定义变量的基础之上 还是一样前面加上一个type diff 那这个时候就变了 这个时候变成什么呢 原本a是变量 现在就变成了 还是一样 你看啊 a是一个int类型的什么 外号 就变了 你看 或者说它的别名 你说a还是不是变量呢 不是了 不是了 它变成一个外号 那也说这个时候有没有空间生成呢 没有 那什么叫外号 外号就是跟这个前面类型一模一样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也说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使用什么 比如说写a 然后写一个什么 my my name 不是my name my size 好 那你看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 my size其实就是int 对不对 当然我们不可能无聊的写a 因为a更没有意义 对不对 然后接着呢 这是我们的语法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说一下 type diff中别名的使用啊 一般情况下不会这么写 而是采用一种-t的形式 就是以后大家看到什么什么什么-t是吧 我们第一个反应 那么这个东西一定是通过type diff给我们别名了一下 或者外号了一下 那这是我们在后期学习Linux高级编程中啊 可能会经常访问到的一种类型啊 那么这种类型呢 更多的时候是希望我们去 更多的时候是去看什么 看就是它的一个物理意义 而不是让它关心它的内存啊 到底占多大啊 所以这是这样 所以对于我们上面的例子呢 完全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比如说 a-t啊 当然这个a呢 我们还是可以把它变啊 变成其他单词啊 然后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变成什么 a-t啊 my size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不成文的规定 也希望大家都遵循这个规定 好 这就是我们制定数据类型中type diff 所需要掌握的一些内容